仲恩和今个月初在厦门酒店意外跌倒 撞爆右边眉骨,伤口长达6公分 阿嬌先后接受两次手术 内外曾合共逢了几百针 为了不想令大家担心 阿嬌在9月24日就首度上载了5张近照 清楚展示出页头上有一条长鱼蜈蜈的缝线伤口 留言说经历了十几日的恢复期之后 压头上的小伙伴终于走上快要痊愈之路 叫大家放心已经没事了 阿嬌又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 多谢经理人霍文熙和容祖怡第一时间到厦门探望 也多谢院长以及每位医护人员 任达华、魏英雄、蔡卓妍、林峰 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的帮助伤口才可以恢复得这么快 阿嬌还幽默地说这个小意外都算是甜蜜的负担吧 同时也都感叹遮瑕膏简直是伟大的发明 而粉丝看到阿嬌的伤势都大为震惊 纷纷留言为偶像打气 而Joye也都有留言赞阿嬌坚强 又说这么深的伤口竟然这么快康复 新陳代謝太好了 至于Manny就说 小小瑕疵并没有影响到阿嬌的美丽 最重要是拥有善良的耐心 难怪这么多人痛惜阿嬌 大红姐就叫阿嬌心情放轻松 这样会恢复得更快更好 又说阿嬌永远都是最美的 其实阿嬌受伤后并没有放慢工作步伐 早几日已经全面复工 在环店和师弟麦亨利与林又威 为网络电影进行开镜仪式 阿嬌表示拍摄前后要特别注意伤口情况 塗完药膏之后要等它充分吸收至上妆 现在化妆和湿水都没问题 拜拜